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那么要带你讨论 现在台南是不是又有大事要发生了呢 国民党的立委谢龙介再度爆料 说有绿营大咖要跑了 他说他接获了重案情资 已经跟法务部检举了 因为他的质询是他跟法务部长 郑明签爆料 一名牵扯许多弊案的绿营大咖 现在要逃跑了 那么谢龙介也在他的脸书说 基于侦察部公裁的原则 他不能说那个人的名字 但是这位人士早在中国大陆 有家室也有资产 随时可能准备潜逃 过去也曾经是执政党的党政构层 目前牵扯到许多重案 如果他落跑掉的话 所有的案件都不能办了 谢龙介更说了 台南目前侦办的案件 只对民进党内某个派系 但是其他的另外一个派系 似乎都没事 执政党打贪赚民生 但是只办了两案 现在绿能的预算越编越多 是不是要养一匹新的绿能蟑螂呢 只不过有人就说了 这个谢龙介的爆料可以相信吗 我们带你翻翻 过去他的爆料 似乎都没有失守过 像是2022年 他当时告发台南市的 金八局长涉嫌勒索跟土力罪 就是这个陈凯玲 后来也被逮捕生压了 那么他也踢爆所会 黄伟哲参序比出一个手势 说要指一千万 当时他指控了 黄伟哲跟律师陈文宇 涉嫌向零骨塔业者所会 陈文宇认为 他散布布什言论 求偿三百万 但法院最后是判决驳回 那么我们再带您来看到 是现在在台南 当然大家很讨论很多的 就是这2026到底要派谁出嘛 那么现在当然了 这个绿营的陈庭妃跟林俊宪 都是非常激烈的竞争当中 但现在是不是为了要入总统的眼 陈庭妃现在也喊 我是赖系 他说我有非常大的胜算 让谢龙介知难而退 他说他现在是赖系 大家要团结 不要分化 但是网友就在讨论说 他是不是错估了 总统其实是好物分明了呢 那么包括了 王一川跟吴真 在中常会被训斥 郭正亮 这个前立委就曝光了 赖清德有最喜欢 只有三个人 是谁呢 我们一起听听看 亮哥怎么说 赖清德比如说 你看他最喜欢的就是林俊宪 对不对 这个公认的 对 这个公认的嘛 对不对 他喜欢吴施雅 大帝子耶 喜欢吴施雅 吴施雅他喜欢 这个都是公认的 我觉得他还是还有 最近有一个他也蛮喜欢的 叫陈世凯 对不对 我觉得赖清德真的是 比较中规中矩的人 因为他并不是要一个专业的 他是要你懂懂我 要帮我做交通部长 可以执行命令的人 好昨天亮哥在大白话直接点名了 这三个人说 现在雷总统喜欢的是听话 懂他的人 所以依照这个逻辑 很多人都在推敲 那么陈廷飞还有机会吗 只不过不止台南现在竞争的很激烈 当然在高雄也竞争的很激烈了 高雄的民主党立委 这个许志杰 最近不是杠上了国民党立委叶元芝吗 那么叶元芝就在唱他的时候 就讲到Who care 他现在也拍了一个影音叫做Who care 拜托要加S Who cares 那么还酸呢 说一个刘美的硕士页元芝 国中英文都不知 那么刘美硕士页元芝 怎么还不知道要加S 那么甚至呢也说 你知道页元芝其实是一个博士吗 那么从就24吨到法际线 再到英文教学 那么现在也有一说是说 是不是也为了要提高他的声量 进而做出这么多的短影音呢 那么我们再带你看到的是 现在绿营蹭森量是不是叹为观止 包括了谁 包括了他 于北辰 他说呢 要去查柯文哲 现在要查哪里 是不是检调都找不到地方查了 有个地方你们可能没有想到 极有可能他买的房子 你不要去查他的床底 你要去查的是他的画份池 如果他买的地方有画份池 一定要赶快查一下 结果呢 这一话一说呢 很多网友都炸锅了 而且拼命在讨论说 这是对还是不对啊 现在台北不是都改污水下水到了吗 哪里还找得到画份池这种东西 他说我信了 检调赶快去挖 真的青鸟赶快去找画份池 一刀毙命他吧 那么于北辰猜 跟问者把钱藏在画份池 现在馆长怎么说呢 我们带你一起来听听 你不要怀疑 他一个少将有这么简单的吗 连画份池你也懂 画份池我还 不知道我家的画份池在哪 这种事情不肯交给别人去干嘛 你看到他们两夫妻 背着一大袋又一大袋的钱 开着三顿半 逼逼逼逼逼 来到他们家地下室的画份池 然后跟问者那个脸脏脏的 脸上都是死这样 然后陈贝吉脸上都是死这样 然后冠心肯定晒这样 然后两个人就这样搬这样 笑着笑着我们就哭了 但是有人看 还有人要信 还看笑的 好可以看到馆长说 这么荒诞的话 还是有人会相信 还是有人会想要看 他说你真的能想象 他们把钱藏在画份池里吗 甚至讲到 现在是不是打磕打到没东西了 所以只好比想象力 有人就说是科幻小说 这个科是科文哲的科 我们先来问一下波基哥 你怎么看 这个谢龙介委员点名 台南有个大咖要露篷了 其实我看到这个行为 我都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大咖 说曾经当过执政党高层 在中国大陆有家事 这个我实在想不出来 我们跑民进党那么久 我也想很久 对我真的想不出来 看这个龙介兄到时候 如果真的逮到人 在公布答案 现在这个谜 大概可以跟 买大股翔平那颗球 50红50道的球的 这个台湾这个巨破 对到底是谁 这个可以来比较一下 看哪一个答案会先出来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台南最近 台南地界署当然也很认真 最近办了很多这种 所谓的光电 这种绿能的这种弊案 但是比如说像 这个陈启玉的这一个部分 最后居然是 这个台南地方法院 是裁定无保请回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检方 在这个办案的过程里面 可能有一些证据 可能要 因为他们要提抗告 有些证据可能还是要 再把它加强一点 但是只有陈启玉 台延 陈启玉是2021年 二月就离开台延了 那时候报导也都有说 是苏贞昌不满 他在余电共生 有一些案子 表现很不满 可是去年 陈启玉会委员 他还在当立委的时候 他也报了 是后来陈启玉的 后一任的董事长任内 也有相关的一些案件 而当时经济部 还有台延他们的说法是 已经移送给检掉 去年三月四月 就已经移送给检掉 那这个案子有没有在办 所以我觉得不要只看 一两个案子 我觉得要全面的来看 如果今天是选择性的 比如说是跟赖总统 不同派系的 我们才来办 那这样是有点奇怪 那如果今天是不分派系 只要今天跟 这个桌监范科 我就和你戏 那我觉得这个这样的司法 才可能会让人民放心 那当然我觉得像 现在台南的市长 虽然还早 2026年还早 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现在彼此 那个叫鸭子划水 为什么 因为赖总统已经讲了 赖总统讲说 离2026还早 所以大家不要去急着 谈论初选 他已经在党内 在中堂会画一条红线了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不管林俊宪也好 陈廷飞也罢 大家都知道他们要选 但是他们两个都要讲的 我们鼻子 我们都是一家人 很温和 温馨那种感觉 那我们就等着看 关键还是在于说 台南的这些 弊端弊案 会不会影响到 台南2026的选情 那最后关于化分池 我只能告诉你 台北市 近大概20年 新盖的房子 都没有化分池 好 那我们来问一下 雨萱你怎么看 是不是现在大家都要抢着入 赖总统的眼才有2026呢 没有 我觉得陈廷飞只是单纯在故意给他而已 陈廷飞在恶心他 因为所谓的赖戏 你仔细看 我们刚才是没聊到吴思瑶 赖戏为什么那么疼他 为什么对他那么好 对不对 党团干部搞不好之后还会再往山急跳往上升 为什么 因为当年2019年的时候他挺赖戏的 那陈廷飞跟赖戏我不要讲挺了 他们以前在台南的时候 那是世仇 他们本来是竞争对手 彼此互相看不顺眼 所以他为什么陈廷飞一直要给他 甚至政府会把他开除 想尽各种办法 就是不让他当中常委 最后还是给他抽签 雨的好文酸掉 所以这个情况下 现在陈廷飞没讲一句我是赖戏 赖戏的拳头就握得更紧一点 他标准在恶心他 不可能 他绝对不可能是赖戏 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陈廷飞他拥有地方实力 所以这个前提跟情况之下 他可能在地方目前的民调是最高的 那林俊宪包括 即便说他有着总统加持 但是在舆论战场上 在地方实力上 很显而易见他跟陈廷飞抗衡的力道有点薄弱 所以陈廷飞他现在讲说我是赖戏 他的目的是一个 是什么 到时候他就会明目张胆 要求说要有个公平公正的初选 但只要走入到公平公正 各位我再强调一次 公平公正的初选阶段 他认为自己就可以出现 但一定会有变卦的 为什么民进党说现在说 都不准谈党内初选 也不准谈人选问题 也不准谈现实上的问题 因为需要时间去运作 不要忘了当时赖青的就是这样被敲掉的 但你说对于谢龙介的爆料 我坦白讲他先知是孤独的 当时他讲陈凯林这个人的时候 根本就没什么人在理 当然我们节目有报 媒体有写 但是大家没有人真的 把它当一回事 结果后来事实上证明说 现在陈凯林真的涉嫌重大了 但现在我觉得问题反而不在说 你说台南的弊案 有人说对只查某个派系 这是检调的部分 有人说法院把陈凯玉 我们讲了陈启玉放出来 但这个你要只居住这个重点 我们回头来你去看郑文山的案件 为什么会有地方法院跟高登法院 甚至跟检调不断的在斗法 来来回的过程上 他只证明了一件事情 比起说赖青德直接下令 去控制这些司法检调系统 我反而看到的现象是 赖青德想控制 但对于司法系统 检调系统 没有办法全全的掌握 但为什么没有办法全全的掌握 前朝还有人在影响 这才是真正最下重点 就是说他即便有他的意思 想要去做很多事情 但往往是语愿违 所以你从台南的案件 到陈启玉的案件 甚至到台北柯文哲的案件 你都会看到这样的端倪 好 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罗伟员你怎么看 现在已经讲到就是说 这个柯文哲的案子 已经导到连话份词都出来了 首先当然我觉得 会讲到这个段子上 就是代表话题都快讲光了 你要搞了三个月 其实我那天在 这个司法法治委员会 我在咨询部长的时候 我就是拿出一大堆的 过去那种所谓侦查不公开 其实侦查大公开 柯文哲案的讯息 实际上他没有一件他办得了 他到最后都是讲一句废话 就是说都不是检察官放的 他每一句都跟我讲 不是检察官放的 那我后来拿了一个例子 他也无言以对 我说检察官是犯罪侦查主体 这些侦查公开的讯息 都叫泄密案 泄密案都是犯罪行为 那我随便举个例子 今年上半年假设发生 两千件窃盗案 那我就说你一件都没破 一个都没起诉 一个都没判刑 结果部长也跟我讲说 抱歉 这些窃盗案都不是检察官偷的 那你就给我交代了 是这样交代的吗 你法务部 这几年来就列了七千多件的检讨案 今年上半年就两千件 加起来将近九千件 我问部长说 请问多少人被起诉 答案是多少各位知道吗 零 一个都没有 所以你摆明在重犯犯罪 那今天我举个例子 就像说于北城今天 为什么扯到这个地方去 于北城这个东西 真的是 我觉得是扯过头 可是很多的东西 什么冷钱包 USB 我就讲 你将来就不要一翻两瞪眼 就有冷钱包 你在部长再跟我讲说 今天没有侦察 讯息泄漏 有没有冷钱包 就翻出来一翻两瞪眼 如果有冷钱包 就证明说 今天侦察讯息出去了 如果真的有USB 就证明侦察讯息出去了 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 涉及多少犯罪人的一个 一个事实证据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如果真的有 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 那你再跟我 就像你再跟我讲 就是说 哪一句什么不是检察官 那个是那个泄漏的 就还要搪射 那我觉得是 人家是听不进去的 他们在讲台南 台南其实我觉得 民进党长期执政之下 已经变成绿色高坛式了 你包括炉渣案 光电案 然后接受性招待 涉滩的陈中燕跟陈坎林 然后枪击案 政府议长会许案 我只问一件事情 哪一件跟民进党没有关系 每一件都跟民进党有关系 都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民进党在那边的 一个整个的长期执政 所造成的所谓的绝对权力 跟绝对腐化的现象 是非常严重 当然现在检察官 开始办了一些案子 可是抱歉 这个刚开始办的案子 他能办到什么程度 办的程度有多大 他到底稍微 我请按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